回到我国 确诊病例在过去几天都维持在5000多宗的水平 而全国基本传染数在连续两天上升之后 昨天稍微下降到0.96 斯美兰州的传染数则是达到1.04 是全国最高 根据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 今早在脸书发布的数据 全国只有斯美兰一个州属的基本传染数突破1以上 其他州属和直下区的基本传染数都低于1 其中马六甲和沙拉越的基本传染数为0.99 水兰额和吉达0.97 纳敏0.96 吉隆坡0.95 只有不成吉兰丹和登加楼的基本传染数低于0.9 过去一星期 全国基本传染数都介于0.95到0.98之间 前天0.98是一周以来的最高值